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CoinNight我们社区是做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视频刚开始我们来回顾一下行情走势 周末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26800附近震荡 从昨天晚上开始先是插了一根上下针 随后比特币就开始往上猛拉 今天凌晨的时候最高拉到了27298 快突破了Jason之前说的2700到27300那个区间阻力位 并且现在也站稳了27150之上 用日线图来看的话 今天早上收盘收到了27187 那说明至少现在来看的话 比特币的看涨趋势比上周要强一些 在上周很多KOL看空的时候 我们频道还是提示大家要看多的 那接下来比特币能不能突破27300 然后强势的占上27500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刘玉东 他在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说 现货ETF为什么意义重大 美国有大量的养老基金 他们是不可能突破交易限制去自行购买大饼的 但是如果批准了现货ETF并在股票交易所交易 养老基金就可以去买这个现货ETF 2003年到2004年期间 黄金的现货ETF得到批准并上市交易 其后20年涨了5倍 所以SEC对大饼现货ETF甚至优胜就可以理解了 批准它就意味着抽股市资金的水 另外美国SEC不对灰度比特币信托案提出上诉 意思是SEC找不到新的理由了 好这是柳大对ETF的观点 只要SEC批准ETF过了的话 比特币10万肯定是稳稳的 随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上周画的蓝色虚线26508暂时撑住了 继续上周所说的27106以上才有可能摆脱弱势 但高于27106还只是摆脱弱势 只有突破下降通道橙色虚线才有可能走强 该下降通道的上轨今天位于红色虚线27535 好这是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在今天如果比特币占上27535的话 可以说上升趋势就形成了 看来狗庄还是不想跌的 还是想把比特币拉一拉的 明年的牛市还是有希望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GG手VB 他在昨晚9点钟的时候说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今天持续低于4小时周线POC 我们就知道是建立空头头寸的时候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是否在抛售前反弹 BTC只移动了2% LOM移动了50% GRX移动了20% BLZ移动了10% 我们都抓住了 所以不用担心宏观或货币政策 无论如何我们都能进行交易 我更倾向于绿线而不是红线 好这是VV的观点 周末的时候很多校伙伴说 VV上周的报单非常准 LOM这个多单从0.24一直抓到0.4 还有别的币都抓住了 VV上周手感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认为大概率会走这个绿线 就是反弹到27200多 然后就会下跌 看空的话他看空到26000 今早确实如他所说反弹了 但是比他预想的要反弹的高一些 随后他说 10月25号到26号 我会离开15到20个小时 因为我将在途中 我将在迪拜停留一周 好VV是不是去见卡尔了 然后他接着说 我甚至什么都没把关 你们知道我的方法 你们也有我的报单 请重点关注 我是有条不续的 你们也看到了他就像钟表一样运转 试着自给自足 学学我在做什么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没有赚到数百万 但我赚到的钱足以在任何通货膨胀 或经济条件下生存而无需担心 这就是我们在交易中追求的安宁 然后今早7点钟的时候他说 27400是本周的多头目标 如果他越过了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 但对我来说 这一段已经结束了 一旦比特币失去每周POC 开始建立一个大空头 好相当于的话 VIVI认为如果突破27400的话 就不能一味的看空了 然后他接着说 只有当比特币收盘价高于27500 这一计划才会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将重新计划下一步行动 好 这是VIVI的观点 一小的收盘价目前没有收那么高 我用Coinbase图来看的话 27300都没有到 更不谈27500了 一旦突破27500这个区间的话 比特币的涨势就会很牛了 VIVI这个点位和柳大说的差不多是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上周要我们底部接多的亚瑟 他在之前的时候让大家在26500附近开多 以太坊在1536附近开多 亚瑟很准吧 虽然话不多 但是方向非常明确是吧 然后昨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他说 做空比特币的最佳RRR在灰色附近 如果超过灰色我们就会创出新高 好这是亚瑟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这个灰色中间线的位置是27150 上边缘对应的位置差不多是27460左右 他的观点同样认为比特币一旦突破灰色区域的话 那就会上涨了 开空的话止损放在那个地方 上不去的话就会下跌 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瑟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说 离美联储降息不远了 美国CPI已经在3%稳住了 离正常的2.5%只有一步之遥 明年初只需要一个借口就可以开始给经济松绑了 毕竟美国快要大选了 好这抒情的观点啊 我记得上一个月还说美国加息要加几年啊 现在全网的口风又变了 说美国马上就要降息了 我认为中国的韭菜既然美国没有割到的话 那至少会把日本韩国割了呀 你不载两个肥羊来填补一下空缺的话 怎么能算经济危机结束了呢 随后他在昨晚8点钟的时候说 不好 播场的链上数据显示 孙宇晨转了4一枚TRX到火币出售 然后书琴接着说 还好之前没让大家去充TR比 现在暴跌了哟 这个币我关注了很久 庄家控盘严重 拉升全靠暴空 玩土狗终有一暴 合买彩票式的 蒙对了雪赚 蒙错了归零 赚10次也敌不过一暴 而且这只土狗还是上下双暴 多空全死 庄庄的把韭菜割得明明白白 好这书型的观点 玩孙哥的币就是走钢丝 但是我们社区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抓到了 昨天讨论群里面很多人说了TR比这个币 并且暴的点位可以说也蛮极限了 那这样我们来回顾一下群里群友的战绩 群里的G26557的比特币多单 赚了188% 贝尔716 BIG TME开空 赚了799% 这一单他跟着Rose姐 然后另外一个BIG TME的做空 赚了1354% 群里的MASTER99 LOM开空 赚了70% 群里的S LOM开多 赚了339% 他都0.26开多到0.40 LOM这个币上周真的太火了 随后MASTER99 BIG TME开多 赚了208% 社区的DI Module LOM开多 赚了547% 另外的一个多单赚了450% BIG TME赚了292% TR比赚了308% 好这社群群有上周的战绩 主要盈利的几个币 就是TR比 BIG TME 还有LOM 社区很多小伙伴说 我们赚钱的跟单 是不是一直都在跟妹子 看来女性KOL 在炒币这方面很有天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Rose 她在昨年10点钟的时候说 BIG TME 20%利润 将会有新的设置 所以我她给了一个 DODOX的多单 她让大家0.099买入 看多的话 看多到0.16 止损的话 放在0.078 DODOX这个币 目前的价格是0.101 涨了 但是没有涨那么多 威力 Sale她说 Rose的观察清单 Rose也厉害了 观察这么多币 怪不得总能找到 这些潜力币 Sale她说 你从LOM学到了什么 这里所有的评论都很有用 如果您是新手 请阅读 新的一周开始了 我们的策略保持不变 记住传说中的假摔模式 LOM Sale BIG TME涨了26% 然后在昨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 她给了一个 BNT的买入设置 她让大家在0.56开多 最高的话 看多到1.28 止损的话 放在0.37 目前BNT的价格是0.55 这一单还微损 随后在今早8点钟的时候 她说 感觉Sale 马上就要宣布新的比特币买单了 比特币填补了缺口并反弹 这一微型缺口 可以作为本地支撑 她画的缺口位置 差不多是27200附近 她认为那个地方 可以作为一定的支撑作用 好 这是Rose姐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她认为比特币 接下来一个波段会反弹 27200附近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范围 结合之前别的KR的观点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Rose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爆完空头之后 多军的力量比空军要强 庄家如果跌回26600的话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继续上涨的话 涨到27450去都还会有收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27700那个地方的多单依然还在 庄家涨到27800去就会把他们全部爆完 经过了上周的洗礼之后 在周末很多人开了比特币的多单 主要集中在的地方差不多是26800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庄家只要跌回1540去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到1570去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在1530那个地方 有一个巨大的量能在那里开了多 这个量能的话庄家估计受不了 开空单主要集中在的地方是1610左右 庄家走到那里去就能把他们爆完 以太坊开多的人比较集中 不知道庄家会不会去杀一下 好 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